薛忠銘老師請 琳娜這首歌我覺得選的比較像是你會唱的情感跟情緒 這個歌我認為是選對的 然後這個歌其實前面有個比較特色 因為前面是要唱一個畫面 也是要先清唱一段 再進入主歌的重點 所以我覺得清唱這個地方其實還蠻重要的 有音樂其實很容易 大家就拍上 可是清唱最重要的就是你情緒 大家都沒有別的東西的 只要只能聽你表情 我覺得近來我覺得清唱的表情還不錯 但尾音收的沒有太好 我覺得你最後一次副歌唱的情緒有出來 其實最後一次的情緒大跳起 就有達到那個效果 我覺得最後那一次唱的情感是最好的 我不愛你 我不愛你 你知道這一切都怪我 今晚我只想聽到你親口說 愛我 我還是覺得歌選對的分數就會比較高 好不好 提供您做參考 謝謝 謝謝老師 王志平老師請 我的看法也不太一樣 看起來好像這首歌是適合你的歌 你選的歌 但是我會覺得今天這個歌型 跟他很多那種八分音符的這樣的唱法 我覺得你整個歌唱起來 好像就是一個蘿蔔一個坑這樣子 就是很平 我覺得聽不到任何的感情在裡面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個禮拜跟上個禮拜 感覺上好像是你的壯牆起耶 而且你看今天這首歌 一剛開始的這個清唱 你還是唱到那個拍子上面 其實清唱的感覺就稍微再自由一點 我覺得你今天其實沒有唱得好 謝謝老師 好 評審看法各有不同 我們看看林娜這首奢求能獲得幾分 評審請給分 奢求經典的國語歌曲 表現分數來到87、88、89 90 90 91 小數的也繼續跑 會是多少 得到的分數是91.5分 倒是讓人非常出人意料之外 是謝大偉 你看不行 身體不行 馬上就呈現在你生活這樣 要好好保重 早日康復啊 對 掛上一張黃牌 你很久沒掛黃牌了吧 對啊 唱歌比賽就是這樣 你隨時要維持最好的狀態 是 謝謝三位精采的表演 稍微休息一下 謝謝 謝謝 一起來歡迎林芳瑋 鳳瑋 妳的步伐很沉重 為什麼 妳是走不出來嗎 我想說人的 怎麼還不出來 這個短短的路走得 樂隊快要奏兩首歌了 不要緊張 我今天帶來江蕙的 《風水豪雅水》 謝謝